PS5的剩余空间如果特别小 也会影响运行的速度 会让PS5变得卡顿 比如我现在这个机器 连游戏更新都更新不了了 这个麻布仔当往前有一个更新 它需要至少5个G的剩余空间 而我这台PS5剩余空间只有5个G 就是因为二脑会员下载了很多 而且还舍不得删 因为还没一个个尝试的过来 所以呢我就整了这么一个东西 和大家开个箱 开个包 这是PS5主机专用的SSD 迅速读写是7300 迅速写入是6000 这个小东西还是很有分量的 关于这块硬盘如何安装 使用体验 回头我会单独录视频 和大家分享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